很難得來社青喔 謝謝大家的歡迎 謝謝大家的歡迎 然後我剛剛拿到那個 哲陽幫我印的那個見證稿啊 字這麼大 就知道社青真的很體貼喔 好 感謝主喔 我有一位貝斯特明天要受洗 所以我要恭喜他成為我們的家人 感謝非常的感謝神 那三年之前 每次每逢到了幸福小組的季節 我就壓力超大 那個壓力三大 我想做幸福小組的邀請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被人拒絕的時候 我就會很像寒羞草一樣 涉縮起來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又很清楚知道 傳福音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每次到了幸福小組的時候 我還是鼓起勇氣 然後去邀請朋友 雖然成功邀約的這個次數不是很多 而且常常只有各位數 有時候還掛蛋 所以我那時候就常常跟神禱告說 主啊 我好難過喔 好多人都拒絕我的邀請耶 主啊 我是自己喜歡讀聖經 然後自己走進教會的 求你為我量相似的人好嗎 我願意陪伴她 用神的話語來餵養她 那大概就在兩年前 奇妙的事情就這樣成了 透過同區小組姐妹的阿姨介紹 好長喔 然後我認識了 明天即將要受習的BEST 叫雅力 我就開口她 開口邀請她跟我一起讀 苗圃八幅 然後期間也邀請她來參加主日 小組還有幸福小組 她都答應了 然後雖然主日跟小組她沒有常常來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神奇了 然後我也邀請她參加營會 然後她也參與在營會當中 那神真的是大大的鼓勵我 真的很像當初的我 就是我記得當時 我們現在的奇聞曲目 她不管是邀請我做這個做那個 去哪裡去這裡去那裡 我都好好好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謝神 她垂聽了我的禱告 然後雖然幸福小組結束之後 雅力沒有馬上受習 但是我仍就很喜樂的陪她 這個幾乎一週一次 我們繼續讀神的話 感謝主聖靈自己動工在她的身上 然後有一天她就突然賴我 就詢問受習的事情 我就一一的回答她的疑問 然後就在兩個 大概一兩個月前 我第一次看到最近這個 復活節受習的PPT的時候 我當下就有一個感動 我就直接賴她 我就跟她講 復活節對基督徒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我說 你這次就受習吧 她就回答 後來她就回我說好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說 非常的感謝神 所以我要鼓勵我們的弟兄姊妹 凡事不要灰心 只要持續禱告交托給神 神必定在她的時間表當中 成就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 Hallelujah 感謝主一切榮耀歸給愛我們的阿爸父 謝謝大家 感謝主